哈喽,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信任你就要给你按照蛋的故事,小江是一名大学生,这天他正在街上派发纸巾,上一秒他还沉浸在女神接下自己纸巾的喜悦,下一秒他就打翻了恶霸的咖啡,然后他就被欺负了,这时一个眼镜锅出现了,他主动帮了小江, 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,套近乎,这才刚自我介绍完,就把小江拉到一边,说自己有个东西,想要他帮自己保管,说完就拿出了一个开关,还一脸正经说这是自己体内炸弹的开关,即便眼镜哥解释这是军方实验,小江还是不相信,所以他拿着包就准备离开,眼镜哥见状就开始大喊,自己已经受不了了,很怕自己哪天冲动按下了开关, 听到这儿的小江动了侧眼之心,晚上,他偶然发现这个开关背后居然有王子,看到明晃晃的解释之后,小江觉得自己无法担此重任,于是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把开关还了回去,好巧不巧,恶霸再次登场,他以赔偿医药费为由拿走了小江的钱包,眼镜哥看到这情况就想要替他出头,还拿出了开关准备同归于尽,关键时刻, 小江的大声呼喊也来了老师,经过这件事情,小江再次接下了保管开关的任务,隔天,恶霸再次找上门来,这一回,他还用小江的女神做威胁,这时,眼镜哥进来了,小江突然有了按下开关的想法,很快,他放弃了这个想法,眼镜哥是自己的朋友,昨天还为自己出刀,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? 回到教室,他就和眼镜哥开始讨论演唱会,就在这时,女神走了过来,眼镜哥作为名演人,他就主动邀请女神一起去看演唱会,虽然花掉了一大笔打工的积蓄,但是小江依旧很开心, 只可惜,恶霸不依不饶,仗着小江没有帮自己完成报告就开始为所欲为,甚至还拿走了心爱的门票,这时,小江又拿出了开关,不过他的理智还是占据了上风,回去的路上,眼镜哥说自己会想办法帮他,因为他们是朋友啊,这一天大早,女神的闺蜜就跑来质疑,他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礼物,说着就导出了内衣和卡片,小江解释无果之后,恶霸又出现了, 他拿着衣服肆意嘲笑,小江再一次向女神解释,可对方说什么都不相信,这打击之后,小江彻底崩溃了,他来到外面拿起了开关,看着眼镜哥和鹤鹅爸越走越近,小江选择了按下开关,可是一连几次都没有任何反应,这时,眼镜哥和鹤鹅爸一起走了过来,他们告诉小江自己是青少年犯罪心理的调查员,刚好他就是这次调查的对象,调查的行为就是 检验有情能否高过自私,想到之前的种种,小江再也忍不住了,他拿起铁铲就挥了过去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毕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用来考验的,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